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初中开始玩BMX 也就是极限小车车 曾经把小车车带上了海拔5000多的珠峰大本宁 并且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拍过一部极限运动的纪录片 记下了那些极限少年的美好时光 大学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也自己改装过复古机车 策划组织过山东首届街头文化街 那个时候 我的身边总是有一群又一群热血沸腾的小伙伴 后来 我随家人来到珠海的七澳岛 租了几个院子 做了几间乡村民宿 我也在岛上租了一个小院做工作室 成了一名自由设计师 平时呢 通过网上接些单子 或者帮家人打理一下民宿生意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似乎忘掉了原本的生活目的 就在我差不多 几乎要成为一个安静的巨蟹座宅男的时候 朋友发给我 开始吧这个APP 这就是你报复平庸的方式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不淡定了 因为作为一个车上长大的孩子 旅行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病 宅男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生活应该更自由一些 于是我把我的目光就投到了 现在这台房车上 非常的兴奋 其实最后世界是很多人的梦想 然而实现这个梦想的人 却少之又少 一部分人想想就算了 另一部分人可能因为有太多的牵挂而放弃了 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梦 这个梦是把旅行车和三明治 结合起来具有销售功能 使它能在旅行中 为必要的开支所自我充电 也可以为旅行中的人 通过一忧养游的方式 真的去实现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把这台三明治旅居车 命为自由公路 是因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更多的人能踏上自由的旅程 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 差不多投资了有三十多万元 我的三明治到底能不能被大家认可 这样的旅行方式能不能被大家所接受 这条自由公路会不会有很多人 一起愿意和我去走 说到底一个小小的三明治 到底能不能支撑一场天下行走的旅行 这些未知数 一个像迷一样的梦 我必须要到梦里去看看 如果恰巧你也有一个同样的梦 那么和我一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